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虽然有一些地方政府提供了最高两万元的补助 可是很多人的爱车根本就是直接灭顶 这些补助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那么车主应该要怎么办呢 当然很多人说 那我现在因为车子泡水 我就看一下我的保险 那保险业者也指出 这次的台风如果能够理赔的建筑 其实非常的少 我们的车泡水难道直接报废吗 罗哥不是也有分什么全泡或者是半泡 对 其实 泡水这个有很多的情况 对 譬如说你如果只是到这里 或者说根本就车子没有进水 那等于是没什么事嘛 对 然后你如果说已经泡到里面去了 只到地板的话 那个算是中间程度了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汽油车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引擎 对 还有你的排气管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边都还没有碰到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问题都还小 那你如果说进去泡水的位置 大概只有在地板的时候 你看我们先看 这个在画面上你自己看 如果像这种已经到了这个引擎 然后底下你看 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到 那个泥巴只是进到 这个你的脚踏板 脚踏垫那里 踏垫座椅底下的话 那我觉得那还有救 那个算是比较中度的泡水 那基本上你看像这种 其实真的 车子不怕水这个东西 怕的是什么 泥 怕的是泥 那你说很多这个电路啊什么的 碰到水不就完蛋了吗 其实我们的PC版啊 就是那个什么PCB版 电脑电路版 都是水洗出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本身 并不是怕 真的怕水 怕的是这些泥巴进去车内之后 卡在里面 对或是把它浸泡之后 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车子 你一般你虽然是停着 它其实是通电的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尤其现在的车子 越做越精密 那你一定有什么防盗啦 什么什么的 那你一进去的时候 如果那个直接啪进去 可能会压死掉 对压死掉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 短路了 短路的话 有可能造成损坏 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坏哦 好 那然后如果说你看 很多人在讲 你如果说真的超过椅子了 到了中控台排挡座的时候 那已经是蛮严重了 这种重度泡水 你要修起来 你就要考虑了 你这个修的成本 跟你的中古车的价值 到底划算不划算 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仪表台的话 很多人都说 你干脆直接报废了 对对对 对就干脆就直接报废了 因为可能第一个 现在泡水车太多 你要修的话 矿日费 很多车厂根本不愿意接 了解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提出 那多少钱我给你收 或者说你想卖 也不见得有人要卖 有人要买 不一定 而且其实现在 你说现在是南部泡水 车子非常的多 非常的严重 真的不知道有多严重 那个真的是难以估计的 那非常可怕 听说这次统计下来 已经有超过千台以上的泡水车 千台是绝对不可能只有千台而已 真的 某个大地下停车场地下三层就八百台了 对而且其实他们都是直接灭顶的状态 对那直接灭顶 那这种车子 那真的就直接报废吗 因为我中南部有个朋友问我说 我的车灭顶 然后他就说是不是直接报废 但现在如果说我要报废的话 残值还有多少 可以拿多少 如果是十年车你报废 就刚好就换新的 折五万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我朋友的车还在保固内 对啊 还在保固 那都是新车 你知道 那怎么办 以往过去 我们大概没可能一两年 就会谈到泡水车的问题 但是过去八年 因为我们都没有严重的台风 是 所以其实台湾过去八年很幸运 哇 都没有台风 然后每次都是 擦边球飞到北边去了 对不对 没错 都没事 那所以我们现在突然 怎么突然来一个这么严重的 大家好像都觉得 以前没碰过 其实是这八年没碰过 以前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或多或少 两三年来是大台风的时候 一定碰到嘛 这个其实我们又不是没经验 对不对 但是台风过后 碰到这种情况 会有几个问题常常发生 一个 你的车子的失窃率会变高 因为它缺零件 要维修 OK 对 那个还是比较 比如说泡水车要修的话 需要维修 需要维修 对 尤其是一些热门国产车 需要维修 然后最容易被偷的是什么 电脑 因为电脑基本上很容易坏 而且大概都藏在底下 那有的是在引擎室 所以其实严格讲 如果你车子万一泡水了 到了引擎室 你只要一打开 发现整个引擎室都是泥沙的话 千万任何泡水都千万不要试着发动引擎 直接脱掉了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 那你说现在都是在南部很多的车子 泡水 所以拖车修车都在南部 南后北部吗 不是啦 对啊 到处都可以啊 对不对 现在拖车又不是这么不方便 对 而且台湾其实南北其实蛮 可以说一日生活圈嘛 对 基本上现在有可能很多的车子也 送到北部来修 因为南部可能负荷不了 对不对 那送到北部来修 那你说一台车灭顶的 能不能修得好 我告诉你 可以 没有修不好的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 有没有办法修 有没有那个关系 那原厂可能排队挤满了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外面的外厂来修 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很多眉眉咄咄跑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么大的 重大的那么多灾损的车子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 一定被喊价嘛 对不对 这种说 变成待宅的高压 对啊 这一定的 因为这么多人同时出状况的时候 大规模的灾情的时候 那维修能量不够的时候 怎么办 这个维修能量就水涨 水涨船高 船高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就漫天喊价了 不是漫天喊价 是漫天砍价 对不对 你一台车子 假设我们只是用一百万的车好了 新车的话 如果是重度泡水 你大概 大概没什么人要收 或者是就给你开 好了 十万要不要 对不对 就打一折要不要 中间的泡水搞不好 好一点 两折三折你要不要 那罗哥如果 譬如说我买一百万的一台车好了 那我现在是国产车 那我要把它修到好 我还是可以继续留着开 因为卖掉绝对不划算 你觉得这样翻修要大概花多少钱 这个就看情况 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是灭顶 还有机会就 灭顶很多 大部分就直接变零件车了 不然就是出口 到东南亚 因为台湾可能修车的价格贵 或是没有人要修 或是第一个 你那个车子不见得是热门车 这个时候越热门的车 还是有人要救 越有人要救 那你自己也要注意 热门的车子 不要被偷了 现在偷了就变零件车 对不对 所以这些情况是很容易 这以前 每两年偶尔来自风灾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会聊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是八年了 才碰到一次这个严重的 那这八年偏偏又是怎样 Dunsizing的引擎都涡轮车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电子系统越来越先进了 对 都level 2自动驾驶 什么越来越厉害 可能有挂48V的 对对对 然后你那个仪表台 哇那里面的零件 都是电子零件越来越精密 对不对 你如果说是20年前的老车 都还是比较机械为主的话 那其实它维修起来 搞不好还比较简单 那现在呢 你这个车子已经全部都电子零件 全部都是高科技零件 对不对 那一堆sensor 你光是摄影头 这个是什么雷达什么的 你要修的东西可太多了 没错 所以这个基本上 这个就变成说 你要估价 这个修得了修不了 这些问题实在是非常的难用 我们这一张图 就可以把它讲得清楚 是 了解 所以就是依照车况 对对对 好 谢谢罗哥的分享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是这一次这个 凯米台风的受灾户的话 我们来听听实际上 在几年前 他也是受灾户的爱达 他的车是全部灭顶了 之前也有在 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可是他说 我现在车开得头好壮壮 没什么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于连保险 有没有赔 我们来好好的聊聊 其实应该这样说 首先就是像这个中南部 车子泡水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至上一身这个哀悼之意 那我想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些 你的车子泡水的问题 那其实整个车子泡水呢 维修来讲的话 最重要就是说 你的维修的金额 是不是符合你这个车辆的产值 我觉得是来作为这台车 车辆维修 值不值得维修很大的一个 这个重点 以往我们会说 你半泡的车子 你还可以维修 如果你是全面的车子 你大概就不要修了 或者是这个泡到仪表台以上呢 也都不要修 因为呢 其实就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在几年前 维修一台泡水车的一个经验 那为什么我去维修它 我等一下也可以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这就是整体啊 这个泡水车很重要一个过程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如果你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不管怎样你都不想要修 你就是要把这个车子卖掉 那有几种人会来买 你知道吗 有三种人会来买 第一种是这个肉厂 就是肉厂 台肉厂 它买你这个车子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能 要换的东西 要修的东西它都没有用 但是呢 它这些车壳啦 板件啦 这个可以去作为 这个以后事故车的一些维修 所以你的车子呢 值不值钱 值钱 值在这些板件的这个价格上面 但是你就要评估啊 你车子卖掉之后 你要不要买新车 你要不要买的 你要买的是中古车 你就可能卖给这些 收泡水车的这些厂商 中古车业者 那如果 不要讲中古车业者 中古车业者现在是人心自伪 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 你就可以卖给这些肉厂回收的厂商 那可是如果你是要买新车的话 我建议你啊 就是报废 因为报废至少 这个产体 还是有一万多块钱 然后报废就换新可以抵五万的一个 这个货物税啊 这台车至少的残余价值有六到七万元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因为如果你大概现在开的是这种 百万内的国产车 你也开了三五年的车里呢 你现在车子如果是灭顶的状况之下 你这台车大概都没有什么残余价值啊 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会来买这个车呢 这个打靶公司 不是我们当兵涉及这个打靶公司 有人专门买这种车啊 然后用人头啊 去办理过户 然后贷款啊 来骗炸七银行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种公司了 这是第二种公司 这个就太深入 detail了 我们大概参考一下就好 这种公司通常可以出比较高的金额 来去购买这种所谓的泡水车 因为呢 只要你的车子啊 年限够新 残余价值够高啊 他有利可图的状况之下 这个肉厂跟你买两万 他可能跟你买到二十万都有可能 因为你的车子可能贷款还可以贷个七八十万 对不对 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冠宜刚刚讲的中古车商 但是一车一旷一价 中古车商买的很便宜 他怎么去买 他必须去评估 这辆车的维修成本都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这辆车新车价格是一百万 车定只有一年 然后呢 目前现在中古市场行情大概在七十万左右 OK 这台车的维修啊 需要大概二十万的维修金额 所以七十万的市场价格 中古车商一台泡水车 要不要卖七十万 他必须得便宜卖 他可能只能卖到五十万的市场价格 所以五十万的市场价格 那他要赚十到十五万的一个利润 这台车他最多的成本只能花三十五万 也就是说三十五万的成本扣掉维修金额二十万 他能够跟你用十五万来买你这一台 一百万的新车 而且呢 车龄是在两年内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消费者观众就可以自己去评估你的车子 就这几样基本因素来去看看 到底值不值得修复或是需不需要卖掉 那我再来是分享我们几年前 自己遇到一部泡水的 那台车新车三百八十万 一个月销车一个月全新车交一个月就灭顶了 灭顶了 那修复金额呢 在送回原厂去做修复 修复金额大概花了一百三十万元新台币 到现在还开得头好壮壮 所以其实泡水车不是不能开不是不能修 而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理 但是通常那是因为那一部是 那是一部三百八十万一个月车龄的车子 我那时候也有问过如果卖给收泡水车的 只有一百五十万台币 所以我等于限了两百三十 对大概限了两百三十万 可是我花了一百多万修好之后呢 我的成本那部车成本人家是三百多万的车子 就开下去 我们是将近四百八十万的成本开那部车 一路开到现在 但是它还是好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这部车子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不是这一台车 这个年份这个等级的车辆 目前二手车的中古市场行情 大概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 所以也就是说你开的越久 你损失的越低 我当时的评估状况就是这样 我再投入一百三十万修车 然后呢我开一年我就损失一百三 对不对 因为本来你车辆的折旧就是存在的 我开两年呢 我就是一年损失六十五万 因为我修车多了一百三十万 可是这部车从一七年泡水 一六年泡水 然后一租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 现在六年喔 出以一百三十万 出以六年七年的 不止喔 大概七八年的这个车零 出以一百三十万 我一年比人家多花十几万 但是我还是开了一部 三百八十万的一个 一台豪华车 冰式车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我们花了一百多万修车 因为我们没有保险 我们有保了全险 可是我们没有保台风洪水险 好这个罗哥刚刚提到说 大家台湾已经八年没有台风了 所以大家基本上真的都没有保台风洪水险 对 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台风来淹水 我一开始你买保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我们都不会勾 我干嘛去买台风洪水险 好罗哥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那时候也没有保 那时候为什么会灭你 还不是台风 那你发生什么事 就下大雨而已啊 对 现在对台湾很容易 这个某个台北市某个地区的湖泊 的水闸门没有及时关闭 所以溢满出来 就是大雨 没有台风哦 就是下大雨而已 所以就淹水了 所以因为它没有台风 而且不是山红土石柳 是湖泊的水满出来 所以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水 没有那么多的泥泥 好那为什么大家都买台风洪水险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因为台风洪水险啊 等于一个全险的价格 其实我个人呢 这么多年跟朋友们 帮助朋友们这个协助买车啦 他们询问我保险相关的事宜啊 我发觉真的非常多的消费者 完全不知道他的车子 该怎么买保险 所以还是苦口薄心 在这个地方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全险不是全包的意思 基本上他们用全包来讲 但是其实全险细节分为三大项 第一个叫做车损 车体 第二个叫做第三人责任 第三个叫做强制险的部分 强制险的部分是政府要求 你要保的强制险 大概都是保费在一千多块钱左右 而且你如果不保呢 这个罚则起码是六千块起跳 这个保险呢 基本上什么都不赔 只有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时候 人员体伤死亡 残废才有这个所谓的 两百万一百五十万额度的 这个强制险的理赔 那再来呢 才是我们一般消费者 你可以决定保或不保 两个最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车体险 一个是第三人险 第三人折险意味着就是 我以外的第三人 我开车去撞到什么 树 槟榔摊 这个 路上的人 路上的人 路上的车都属于 我以外的第三人 这个是在第三人责任险的部分 所以大家会常 遇到你的业务 跟你说什么 你这个意外险要保什么 两百四百五十 什么叫两百四百五十 两百万四百万 一个人受伤最多赔两百万 四百是什么 一个人死亡 在这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上 一个人死亡最多赔四百 五十是什么 这个意外交通事故上面 财务损失的部分 最多赔五十万 所以才会衍生出 后面我们常讲的 所谓的超额险 因为现在路上常常有 整栋房子在跑 不是啊 豪宅金额等级一两千万的 豪宅在路上跑 我们开个小MASH 碰到他这个也 五十万的额度绝对不够赔啊 所以才有什么 一千万两千万的 超额险的部分 那你不要以为 你保了这个险之后呢 我的车子帅掉也有赔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车子必须要保 所谓的车额提险 是我们自己的部分 那车提险目前分为 假式 乙式 禀式 从前还有什么限额驾 限定驾驶啊 或是什么限额保险啊 假式叫做不明车损有赔 我停在路边 一个石头掉下来 不知道谁丢下来 把我车砸烂的有赔 那 乙式呢 是不明车损不赔 但是我自己开车开开掉水沟 撞到树 撞到电线杆 我的车子坏掉了 乙保险公司都会帮我修复我的车辆 再来叫做秉式叫做车碰车啊 车碰车就是说 我今天开车去撞檳榔摊 我的车坏掉了 保险公司不帮我修 但是我有保第三则险 檳榔摊坏掉了 那个意外险 第三则险都会理赔 但我的车子我是不理赔的 也就是说车 道路上行驶 车子碰到车子 才在秉式的保险范围内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保台风洪水险 重点来了 因为台风洪水险啊 是等同于 几乎等同于说一个 乙式车体险的费用 这么贵 所以就是你想要保台风险 你就是要保两个车体险的意识 两个车体险的意识 所以大家觉得说 哇 这么贵 台湾已经十年没有淹水了 没有台风了 对不对 我们干嘛保这个险 所以大家的心态都是如此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我的车子就灭顶 可能是我上辈子烧的好香吧 花一百多半可以修好 但因为那是倒霉 因为那个车子是 其实是我股东在使用 在开的车子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车子一直开到现在 我们有修好它 那后来呢 就衍生出这种所谓的 泡水车险或汽车天灾险 所以目前以台风洪水 下大雨 爱车泡水只有两种 险种有赔 第一个就是我所谓的台风险 而台风险呢 我不能只买台风险 你一定要有车体损失险 这个车体损失险 就是我刚刚讲的 夹乙饼 夹乙饼 那你才能够保所谓的台风险 所以一个台风险等于 基本上等于一个车体险的 乙驰险的价格 等于一个乙驰险的价格 所以很贵 那么大家就好奇啊 问说泡水车险或汽车天灾险 这又是什么险呢 这个独立的泡水车险或汽车天灾险 不需要跟着车体险来去强制性的购买 但是它是限额的 譬如说我只保十万的额度 二十万的额度 也就是说我的车泡水了 不管你修九十万一百万 它都只赔你十万 因为你只缴十万块的限额保险 所以这个是在于整个保险 目前大家在于这个台风天上 这种所谓的这个台风洪水险的部分 会比较影响的地方 那艾大我们想了解一下 有关于什么泡水车险啊 汽车天灾险啊 好像听起来比较亲民的感觉 对 没错 那都有没有什么好处 来看一下 那这个叫做台风洪水险 我们就讲必须投保车体险 那么就是台风地震海啸洪水 然后灭支同车体险的保额 保险金额就是从同车体险的保额 表示这台车一百万的重置价格 撞坏呢 在一百万以内 他都帮你修理 帮你赔付你 这台车灭顶了 灭湿了 泡水了 修复在一百万以内呢 都赔给你 所以为什么他要那么贵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以一个限制一百万的车体来试算 免保费大概在六千至七千 这是最至少的一个 你说六七千很便宜啊 为什么我的保险都要两三万呢 因为这一个最便宜的三十到六十的女性 然后没有肇事记录的 在一百万然后呢这个损失率不高的 品牌的车种上面 可能在六千到七千 可以保到一个车体险 可是你要想想看呢 车体 窃盗 意外 财务损失 强制险 超额险 然后加上去的时候 大概就是两万多块钱 所以你两万多块钱呢 你说我要再多保一个台风险 因为才六七千块对不对 打起来就三万 几个块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不要保 好 OK 那我们看刚刚讲这所谓的 汽车天灾事故 泡水车补偿起来 这个保费非常便宜才一千块 一千三百五十块 对 泡水车补偿出现 更觉得好像蛮划算的可以 可是你看到没有 但只赔十万 台风洪水都赔啦 因上述天灾所导致 保险车辆需支出的修车费 那这个部分泡水车是指内部损坏 好 这都不重要 重点是限额成保 限额成保 最低赔两 保额两万块钱 保费 一千 最低两万你一定要保两 最少要保两万的保额 最高只能保二十万的保额 假设以十万元来说 大概保费在一千块钱左右 大概一千块钱左右 十年 一万 一万 然后十年里面你泡水 他只赔你二十万 自己去评估到底合理不合理 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只能说保险公司 都是保我们的 一定的啦 就是那艾大 你帮我们试算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要保这个的话 那我大概一年的这个金额 差不多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百万以下的车总年保费 限额十万 大概在九百五十一块钱左右 如果百万以上的车总 其实你看他倍增的幅度非常地高 就已经拿到两千八百零三元了 那这部分呢 限额二十万呢 保费又再度的提高了 到一千三百九十二 年保费是四千九百块钱 不然你如果说你真的要保这种 天灾限额保险 你觉得以保费的结构 跟保障的额度来说 哪一个划算 我觉得 当然是保二十万 限额二十万 因为你以比例上来说 这个百万以下车总是 大家最多使用的一个车总 对 才多了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 不到四百块钱 就多了十万的额度 没错 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要保的话 就保大概限额二十万 所以为什么 我说保险公司保瘟液 因为那我可不可以保三十万 我可不可以保四十万 因为每加十万 才加三百多块钱 是不是 那在二十到三十 是不是加两百多 那我就保高一点就好 保险公司想说 我这头盖牌去的 这样都让你贪掉 所以保险公司保瘟液 他在精算的状况之下 他就说保二十 我最多赔二十万 因为他是以什么 大数据 如果一百台车保 出钱一台车 我赔你二十万 我一百台车 每一台车收一千三百 九十二块 我还是赚钱的状况之下 当然这纯粹是一个 举例说明的数字 那不过 反正再怎么算 我们也算不过保险公司 真的 没错 艾达说的有道理 艾达 我补充一点 你看最近在发生这个事情 南部发生大水 泡水 我们都会紧张 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车只要保个险等等的 可以 可是你目前可能保的 也就是只有 汽车天灾险 就是限额险 像前面的台风洪水险 保险公司不保了 现在不接 现在不接 除非你现在加保他不接 除非你现在买新车的状况之下 我可以直接车体险加台风洪水险 因为突然一下就是淹了这么多车 谁也受不了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 常常网路上在说 大家都很健忘 一阵子过了之后 就大家又都不保这个险 现在大家都在很强烈的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保这个台风洪水险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观众朋友们 你应该自己去评估你车辆所在的位置 你平常用车的习惯 然后你家的地方是不是容易发生天灾 或是淹水的这个事情状况发生 我在讲我们家灭顶那个车子 可是大家万万也没想到 我那个股东住的那个地方 大概我想想看 好像 从没淹过 二十几年前有淹过一次 也是因为水闸门没有关 其实就淹过一次 那不能申请政府礼险吗 因为他水闸门忘了关 对因为水闸门忘了关 但是这个就牵扯到很多谁当市长的问题 二十多年前水闸门没有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才刚刚搬进去 刚刚搬进去 所以他被车子他的家被淹掉 他才刚刚买那个房子才刚搬进去 只搬了一个床垫进去 然后反正政府那时候赔钱是每一户赔二十万 所以他搬了一个两千块的床垫进去 就赚了二十万 因为房子淹水 但是里面是空的 那这一次那就是大概七八年前那个事情 就事实上那个闸门有没有关 我们后来有去调整个关闸门的一个记录 有闸门后来是有关 但是他是晚了 所以已经进来了才去关闸门 那变成一个罗生门 那时任的市长是医生 所以就不处理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就只能摸摸鼻子一百多万就车垫 因为那一天那个地方泡车子 那个地方是高级住宅区 泡车其实金额都相当的高 那就好像现在高雄这个地方有观众朋友们在讲说 我家管理会为什么没有关这个水闸门 到底是台风来之前要关 还是水来了之后才去关 水没有来的时候你去关闸门 我要出地你把门关起来 结果现在水来了说为什么水来了你不关门 所以其实这很多这个状况就被人扯不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事实上当年这个车子现在其实去翻新闻画面其实都找得到 尤其是那个整个新闻画面上面你可以看到 大家车子都出不来 只有我的车子出来 因为只有我才有那种超低矮的拖掉车 所以我是帮大家把所有的车子一台一台拖出来 其实在现在这个 我这个看的心里面很心酸 就是在这个七八年前台北发生这样的情形之后 大家都知道说拖掉车根本下不去 那个目前现在最矮的拖掉车大概都一米九三 一米九五 对一般住宅里面 可是很多老房子只有一米八的地下室 所以拖掉车是下不去的 可是到现在拖掉业者还是没有去多做出这些 打造出这些低于一米八的拖掉车 然后能够下去救这些 这些车子 这些泡水车 泡水车 泡水车现在这些问题是卡在那地方不能动 然后呢 现在都变成说是开这种小吉普车去把它拉上来 所以其实拖掉车根本是下不去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看到今天的新闻 我仍然觉得就是说很无奈啦 那当时候我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去翻当年的这个新闻 就在内湖的大湖山庄街 你会看到那台拖掉车的屋顶是被切掉的 嗯 那时候就那个那个拖掉业者有先见之明 特别打造一台屋顶切低的拖掉车 来去帮助大家下到他就去下到这种地下室 低于1米8的高度的拖掉车下去能够救 不管你是抛锚故障需要拖救的车辆 可是在台湾呢很多交通的这个监理法规是不允许的 嗯 他擅自变更的车体切了这个屋顶的这个高度 车身高度又不符合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救灾的车辆升高 救灾的时候你就找民间的救灾团体 支援这些吉普车来去救灾 可是救完灾之后这些人出来的时候 监理站在门口设一个闸门 每一个都开你罚单叫你回去监理站检验 叫你回去监理站检验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最近有一些新闻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台湾车臣陈儿皇 开始我们的纳智杰N7的电车 要去参加这个亚洲拉力赛 是泰国拉力赛我忘记了 那其实他是以跟这个消防队合作 以赛代训 就是让消防队的人员能够加强越野的这些技巧 用赛参与赛事来去训练消防队队员有越野的技巧 所以你会发觉这次新闻上面有一台红色的吉姆尼 那台吉姆尼爆改消防局的 消防局的爆改吉姆尼 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说这样的救灾 为什么这个消防局就可以爆改吗 其实消防局也不能爆改 消防局那台车辆就南投消防局 那台吉姆尼的爆改的吉姆尼完全违反 改了加高后轮叠杀脱衣引车架 反正他全部改了然后轮胎超租车宽 通通不符合台湾现行的法规 而且他其实验车根本就预期了 你要知道 你觉得消防局改这个车辆是改要玩乐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是保护我们人民财产安全是救我们的嘛 可是他一样没办法验车 他一样违反了监理法规 他去监理战的一样是 不好意思你复原你不能改 你觉得这台湾的法规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检讨的必要 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台湾真的是很健忘 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想说我要需要这样的东西 可是当事过境迁过后呢就没有人再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就又忘了他 等到哪一天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 工部门没有这样的资源 民间单位也没有这样的资源 然后呢就求助一些玩车的朋友 玩车的朋友帮助了救灾了之后呢 还被调去开罚单 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现在中古车呢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有些人除了怕买到这个泡水车或者事故车之外呢 更怕的是遇到黑心的中古车商 是不是Rick 没有错 其实我们现在想说 以前相信蛮多人都有这个买中古车的经验 那其实大家刚刚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真的你想要去看中古车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知道一些没没格格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会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像是好的中古车商也是有的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不是这么好的车商 只是大家看车的时候 确实要真的眼睛看清楚 班上总是会有好同学 跟一些少数的那个 对 比较爱玩的同学 活泼的同学 对 比较爱玩的同学 其实我们就知道 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些 玩偶们的案例 那我们就看一下以前 就是一些黑心车商 他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呢 把你拐到 把你尽量让你到车商里面去 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法 去骗你的金钱也好 或骗你的定金也好 比如说像前面就有一个林先生 他就中古上看一台车 他说他要考虑一下 然后那个车商的人就跟他说 那不然你留下资料好了 我们的公司需要说 谁叫我来电课 都需要留资料 这个是很合理的 他就留了资料之后 没想到那个本子一摊开之后 哇 发现是个合约书啊 他直接写买卖合约书啊 然后呢 我写的不是意见调查表 结果后还变成合约书 不是资料表而已 这偷天换日吧 对对对 然后业务还要 这位先生要履行这个合约精神 你要要求角角定金 所以这位先生就被骗了 然后再来 网络上看到一个先生 简先生呢 他其实到了这个 看了一台五年的Civic开价20万 打电话过去说 你们这边有没有这台车啊 有啊 有这台车很多人在看哦 然后那个先生就心痛痛跑去车行 然后业务就说 见到面的时候说 他我们这台车刚刚卖掉了 就在你刚刚来了 前一个小时卖掉了 然后他突然在 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台 这台多少多少 这台开价45万 可是跟我们的预算差很多啊 没关系啦 你就先看啦 你这价钱我们再来谈啦 所以一样就先看了 颜色也不是我要的 型号也不是我要的 要有看到一台更贵的车 所以这位先生就觉得他受骗了 这也是一种手把 然后再来还有李小姐 他说他朋友也部40万的中古车啊 可是要便宜一点卖它啦 35万 不过定金要10万 他想说都是朋友嘛 认识的 所以他还是就付了 没想到呢 付了钱之后呢 不晓得不晓得那台车的状况 现况是怎么样 结果那台车没想到是泡水车 所以呢 朋友想帮他换一台车 然后就在中间这样 来来回回非常非常久 后面怎么样就不晓得 可是他10万定金 他已经先付了 怎么样要不回来 罗先生呢 在农村上买到某台车 去车行问 没有看到那台车呢 还被推销另一台 跟简介先生差不多 那隔天罗先生说不买了 然后没想到合约认 有个条文说 如果不愿意购买 就必须赔偿车行5万元的损失 哎呀 我都还没有买 然后可能留个资料之后 然后看到合约里面有这个小小的字 所以你要走出那个门的时候 是很想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 大概在20年前 我确实是那时候 当然刚出社会嘛 想要一台车来代步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那时候我是看到一台 B&W 我记得是146的320CI 那时候我很喜欢用双门车 我觉得开起来很漂亮 我一样打电话过去 那时候那台车在中部 大家当然 然后如果你想买中古车 大家可能你可能上网搜寻的时候 大家可能 你不要去哪边买中古车 谁去哪边买中古车 这勇气可嘉 怎么去买中古车 好那时候不晓得 那时候基本上也没有 也没什么网路 也没有FB 当然手机还是那种 按键式的手机 你根本就没办法破爆料 然后我就到台中去坐高田 然后我觉得那个车行 他们都在那种产业道路 很大很宽的那种快速道路旁边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然后就基本上都是车行 你旁边也没有全家 也没有那种便利商店 可以让你去领钱的 你没办法 你不好过去就对 如果你没车的话 你不好过去就对了 他就说很好心 他说 简单山你到哪边 我去载你 我去高铁站载你 我想说 现在买中古车怎么这么好 比新车服务还好 还会去高铁站载你 到那个店里面这样子 然后他说我看到一台车 记得我那时候好像看到 应该是48万 好像48万320 然后我一样到那边之后 就跟周围学生一样 说你来前半小时 那车刚好卖掉了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我另外一台告诉你 另外一台在哪里 另外一台颜色不是我要 但是是330 330了 变成330了 就是排气量比较高 然后穗筋比较高 动力也比较好 动力也比较好 然后他说车来车来了 从远远的地方 对面回转过来 这台车就这台 可是颜色不是我要的 排气量都这么大 然后年份好像也稍微 旧了一点点 没关系 我们先看车 我他也去试车 反正他就是让你跟他有一些 比较好的互动 感情 对 然后就是在试车的过程中 这个油门这样吹下去 你看这个头这么霸掉 你觉得速度感很好 然后就一样都跟你闲话家常 然后就很仔细地帮你跟 接到在来车的性能怎么样 然后等到回去 那我们试车试好了 回到他们里面外面很热 我们去到里面小房间就吹冷气 然后吹冷气的时候 他就国外宿就拿出来了 可是我想说那我再考虑一下好了 然后这时候呢 通常我去的时候 这时候阿尼亦就站出来了吗 我跟你说 那时候去的时候都只有那个人 你也不会看遍遍四周的房间 到底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可是一直以来 我说店应该没多少人 突然在坐到那个茶几上面的时候 旁边就会突然来了两三个人 突然站在门口这样 就把门口也堵住 没有 那时候在考虑 你就当你讲出 我再考虑一下好了 你要像没有想要签约的 或者想要付定金的意思的时候 那个阿尼亦就会站在旁边 就会站在门口这样 现在是什么是什么 什么什么 那时候 要是我一定下场了 你一个人去 所以我刚才说 你假设真的想要去看中古车的时候 你找朋友也好 找长辈也好 你至少你不要一个人去 最好守朋友是怎么样 找这种爱他这种 就是块头比较大的 罗伯这种人高马大的 有没有 对 这样子 如果真的 我也有兄弟喔 如果有兄弟的话 你要跑 你也不怕被架住那一种 你会不会爱他到时候先跑 你会留我一个人 我没有刺青 你要找有刺青的朋友去 你可以穿袖套 可以穿袖套 所以其实这是不要说 自己一个人去 因为尤其是你车子 没办法到的地方 你变成说 你今天你想要说 不然我身上没有这么多现金 不然我去领钱 他也要载你去领钱 为什么 他感觉 你会觉得好像被人家压制 他全程都要陪着你就对了 一定要达到目的 而且当下那个氛围是 在房车完整里面 那个氛围是 门口偶人 你出不去嘛 对 你就不得不 你不得不 然后变成说你没有付订金 他是不让你出门的 了解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破解这些黑心车商 我尽量不要先去那个小房子 对 对不对 那应该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车 那像网络上的车上资讯很多 我们当然要找 最好是那种有认证 越多越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认证 其实都会帮消费者破解一些 解除一些疑似 比如说它的价格就已经偏低了 那 你不要以为减到便宜 对 我要怎么知道说 比车商收购价还要便宜 其实网络上 你如果去看一些中古车的平台 那基本上你看到那个车型 那个年份通常都会有个行情价 对 你就大概多看个几台 就知道行情价大概在表里 地理行情太多 所以地理行情太多 真的是不要去看了 然后再来是没有明确的地址 那这个东西其实假设 你真的是这一个 你不信任这个车行 或是你没看到其他这个车行 还有其他的网络上面的评论也好 所以我觉得没有明确地址 这个是基本上可能是个人卖家 所以那你觉得 个人卖家也不是不好 所以他自己是一个车主也不一定 但是通常自己一个车主 有很多车在卖 那好像也不太合理 也怪怪的 所以这也是怪怪的 然后没有相关的讯息 就是说车行或店家的相关讯息 没有特别多 假设他没有那种 一些刚刚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也好 或者是负评太多 然后他又讲说什么前额贷款 然后又什么呼吸专案 之前我不是很讲 呼吸专案 但是你呼吸基本上这个车 是呼吸都会痛吗 你会呼吸就会过了 你这呼吸就会过了 我以为是呼吸就会痛 呼吸专案 然后他有这个伪装的修徒 就是这台车修得太多 并且说他不管是这台车 你要拍的车头车尾也好 可是背景一定都打梦的 他不知道你这台车在哪里拍的 所以有可能是这台车 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的 或者是这个车行的 他只是用别人的车 然后来让你看 吸引你来看这台车 他也是为了想要骗你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车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手法 大家都需要注意 但是其实平常心讲 这个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比较常见 但是现在往上资计那么发达 动不动就会有爆料出来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车商 像这样子的情形 是比较少发生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小撇步 而且也找到了优良车商 我们现在去看这台车 我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说 那这台车不错 我想要试驾 可以吗 我想现在的这种 购车的一个环境 既然是买方市场 所以很多车商 他都愿意给这个买家来试车 但不是说你要来 我就一定非得给你试 因为还是要看诚意 因为毕竟车子 有便宜也有贵的 像我们也有看到 有豪车 跑车等等的 他也是在可以说 在贩卖中古车的 那这样来说 你随便跟阿猫阿狗来就说 我想试车 我想开车 我想买车 我来试 对 我买个超跑 然后我要试车这样 因为毕竟中古车跟新车不一样 新车当然它有特别的新车 的试驾车 试程车让你来开 但是它一般白的展间 它不会让你开出去 因为那是全新车 至于中古车 它不然一车一块 里程都在那边的 你假如说我出去开 不晓得你开 我可不可以从台北开到林口 在林口开回来 他可以陪我开 陪你开 但是这地方距离有点远 或者这个前提就是 双方在试车之前 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 你购车的意愿 购车意愿够足 你也表现出你的诚意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是一个 我刚拿到驾照 我好兴奋啊 我爸爸说我可以买车子 预算不限 我来看看车子 我告诉你 车行不会 很多车行也碰到这种 这种小朋友说我要来试车 或状况不清楚的人 来买车 来看车的 所以他可能会把你排挤出去说 了解 对不起 试车你可能要再安排一下 再看情况 可是假如说 你假如有意愿的话 正常的话 他会送放一切 会签一个协议书 签个协议书 还有出去试车 万一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有可能自己要负车 白字黑字都要列出来 不然你说这些车子 不管是年份新年份旧 性能高低 可是在你不熟悉车况的状况之下 你开出去你不熟悉如何 你光是开进去 开出来碰到怎么办 这责任怎么办 所以人家弄了一整天 结果却被 因为你这样疏忽 搞了他半天 这个中古车 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当然我不是要替车商说话 而是说你消费者 在进入展间 要做车行 要买车的时候 你的态度 你的想法 你都要做足 然后看好车子之后 车商会 彼此白子黑字 做好一些协议 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也许付个小定金 大家会更愉快一些 但是要看情况了 不是说买个十万车 只要付个定金 那也太夸张 但是不让你试车 一定有它的一些情形 对 那如果说我确定可以试驾了 那有哪一些东西 我可以自己来判断 这台车到底好不好呢 主要有几个重点 通常是看不到的东西 最重要 动力 引擎是一个车子的木 车子的木 所以先看引擎 那引擎的部分 从启动 启动方面 引擎有没有抖动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油车 对不对 油车 这个车子一切我都觉得 就是静跟有没有安静 静有耳朵静 跟整个操作的静 这些就是关键 像你发动引擎 引擎有没有抖动很厉害 抖动很厉害 一定释出必有因 不是引擎脚 就是引擎脚的问题 再来 你在排档的时候 排档顺不顺畅 对 这个自排车 你排档 当然有些自排车 排档也离离辣了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不能说排个档 都也很抖动 或者是不顺畅 或者有异音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 再来就是你开出去了 当然给你试车了 你看加速的反应如何 对不对 不要踩下去 不会动 不会 开不快 然后要杀的时候 大家杀不住 杀不住 这杀车等等 还有你的动态的悬吊系统 悬吊系统也是 你开起来 颈音杆卡的这个东西 当然说车子老 当然有一些异音是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要开起来 你会觉得整个车子 像松散掉的 没有你先前预期的 你当然说新车跟旧车 毕竟有差别 年份新旧有差别 但是不要出雾太大 这时候再来看到 这个冷气 冷气的部分 当然 有没有味道 这个有没有 冷度够不到 第一个了 对 开到最大 开不下 开最低度 有冷度 开到最大 冷度够强 再来有没有味道 你不要说有没味 没味可能久了 可能泡水了 甚至连废气的味道都出来了 是 那这表示你的冷气系统 空调系统有状况 诸如此类 然后再把其他的电系统 全部操作之 莫过一次 看它有没有正常 这些检查完成 假如说 基本上都有符合你 80分以上的水准的话 那这部中古车 是值得考虑的 是值得考虑的 但是如果说 你已经确认了 这个车子的状况 是非常OK 在你的想象范围之内的话 接下来 当然就是要谈价格 到底可不可以杀价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说可不可以杀价 当然在某个限度 你不要说砍个七折八 七折六折 当然人家不会接受 但是你做一点 说挑一点小东西 让大家双方 在价格上面有点弹性 这是可能的 但是你当然前提是 你的微笑曲线 不要过于优质型 过于优质型的话 人家也看你 大概是十八九 是铁定要买 铁定要买之后 我大概价钱这样不好谈 你当然就开始 摆出严肃的态度 你对这部车子很喜欢 但有一些地方 你还是觉得 假如这些地方 你看一看 这些地方可能 也不是不好弄 这要弄起来 像你看 这我们说检查那一桩 有些地方 你看看 这我要换也不好换 要修也不能修 这样子蛮讨厌的 或者是灯具 黄花泛黄灰亮度等等的 或者是轮胎 最重要是轮胎 我这轮胎 我等一下 你看 我出去可能就要换新的轮胎 对 磨就差不多了 你这样子 我一开出去就要换新胎了 那这样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